大家好 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 百米清水 亲爱的观众 收听今天的分享 此文是写给女人的四句忠告 人生路上 每个人都承担着很多种角色 每一种角色的背后 都需要承担一种责任 聪明的女人 洗净千华 磨平棱角 经历风霜 走过坎坷崎岖 从来不会迷失自我 而是活出人生更高的境界 命运需要靠自己去掌握 需要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 苏勤说 独立不是女人向男人宣战 仅仅是自我尊重 人生一辈子 如若想要活出自我 女人就要活得独立 在这时间 无论生活赋予了 你怎样的身份与使命 都要明白人生的主宰者 只能是你自己 此文是写给傻女人的四句忠告 任何时候 不要活成男人的附属品 婚姻 有时就像是一锅温水 而女人变成了一只青蛙 忘记了挣扎 以为婚姻里的美好 能给予她一生的岁月静好 女人 任何时候 请不要活成男人的附属品 无论男人有多爱你 否则某一天 你可能会一无所有 因为在这个世间 你永远无法保证婚姻 能一辈子不变质 青青日常中的好家 去新川和亲 她把自己当成了 打工人 把选择的男人当成 东家 可是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完全依附丈夫生活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幸福 她得不到尊重 试试没有自己做主的权利 只能受尽委屈 令她心灰意老 后来 她选择了逃离他 自己卖胭脂水粉 生意渐渐地壮大 有了钱 终于让自己 有了更好的生活的保障 在婚姻里 不管男人有多爱你 女人都要学会 让自己活得独立 王小波说 一个人只有今生今世 是不够的 她还应当有失忆的世界 人应该学会生活 而不仅仅是生存 只有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才能让自己活成理想中的样子 体验岁月中更多的失忆 女人不要把自己交给任何一个人 而是做自己的主人 提升生活的质感 人生才会更有意义 要靠付出换来的爱情 都不是真爱 爱情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 会让女人越陷越深 生活中有许多傻女人 为了爱而不断地付出 以此希望通过自己的付出 让男人更加爱她 其实女人请记住 爱情不是靠付出换来的 任何时候不要为了一个男人 五指尽力付出 正如苏琴说 不是拼命对一个人 好那人就会拼命爱你 在表达爱情时 适度的热情 能引起男人的注意力 但是过度的付出 会让男人感觉你很廉价 在一段感情中 如若女人要拼命付出 才能换得男人 对她的一丝丝关心 其实便已经说明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已经失衡了 真正好的爱情 靠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吸引力 而不是靠某一个人的辛苦付出 女人与其靠付出去 换得男人的爱 不如学会珍惜自己 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用来花在自己的身上 用来提升自己 打造自己 无论哪个年龄阶段 别放弃自己事业 事业是一个人能量的源泉 事业能证明一个人的价值 能让一个人活得自信 活得有底气 女人不管什么时候 都需要有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让自己忙碌起来 不会胡思乱想 不会让自己在精神上产生内耗 人生一辈子 终究是要和自己过 哪怕和心仪的男人结了婚 最终也需要学会为自己而活 婚姻里的柴米油盐 并不是人生的全部 如若为了婚姻 为了家庭 而放弃自己的事业 最终一定会越活越迷茫 因为感觉自己与社会脱节 渐渐不知道自己前行的方向在哪里 而且夫妻之间即便在相爱 也是会有家庭地位区分的 经济不独立 没有事业的女人 在婚姻里大多处于被动地位 大多活得很不自信 女人不管在哪个年龄阶段 都不要随意放弃自己的事业 经营好自己的事业 你会活得更加出色 人生这辈子 最可怕的并不是爱错人 而是在明明知道自己爱错了人之后 却还不愿意走出来 不断地消耗自己 女人真爱往往难以寻觅 遇到错的人稀松平常 如若在人生路上 遇到了错误的爱情 请果断选择离开 不要在错误的人身上 继续消耗自己的青春 未来的生活 保持一个好的心境 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同时 找一份可以提升自己的工作 让自己活得更加精彩 没有遇到对的那个人时 就自己给自己撑伞 好好经营自己 无所畏惧 效对人生 将来你一定会迎来 真心爱你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